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949集 好戏开场 等赵真好好享受了一把平民早饭之后 觉得撑的话 决定多走走消消神 此时早饭时间已过 开封街上的各家买卖铺子也开门了 街上也热闹了起来 早上出来上工的 去书院念书的 送货的买菜的 热闹非凡 赵真一家一家逛店铺 在玉契行指出假货若干 被撵了出来 到书画铺指出假货若干 又被撵了出来 到了菜市场连生姜都不认识 还采了水鱼铺的水鱼 也被赶了出来 南宫跟在后头给他收拾烂摊子 防止他挨揍 众人一路看一路感慨 南宫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这位位高权重又同心未敏 打不得骂不得 别人也碰不得 还一点常识都没有 不过赵真这一路被人骂了 傻瓜傻帽 香把老土包子 缺心咬的等等各种 估计长这么大都没这么被骂过 于是皇上的心情更好了 终于逛完了开封最长的那条南天街 参观了白府 去九王爷家八王爷家 以及太师府串了门子 最后参观了太学 终于熬到了赏武 众人向太白鞠进发 大概也是赵真太能逛了 众人都觉得饿得慌 小四子早就走不动了 怕在小五辈上 其实连小五都快走不动了 白玉堂头一次发现 原来开封那么多店铺可以逛 唯一能跟赵真逛到一起的 是红酒娘 黑水婆婆 他们几个女的 几位老太太 还在赵真的建议下 买了一大堆衣服 处得那叫一个好 赵兰又累又饿 她毕竟是金枝玉叶 哪儿走过那么久 累得都想回宫去睡觉了 一见可算到太白鞠了 就扒着楼梯往上跑 准备坐下吃个三碗饭再走 和亲跟在后边 赵兰刚上了二楼 突然一转身就往下跑 抓住依依 众人见赵兰激动 有些不解 展昭和白玉堂上楼 二楼人不多 窗户边一桌有三个学生 穿的都是太学的学袍 正喝酒聊天 赵真见赵兰脸通红 从袖子里掏出一本薄薄的诗集 赵真挑眉 赵兰平日也喜欢写个诗什么的 这本诗集他一直随身带 大多是他的诗作 平日都不让人看 今日这是准备给谁看 众人上了楼 小六子忙着张罗 赵真又不肯去雅间做着吃饭 他要做二楼雅坐 人多热闹 众人也就招呼小六摆张大底的桌子 林霄刚上楼就听有人叫他 林兄 林霄回头 叫他的是那三个书生 包颜和庞玉他们也上楼了 那三个书生都起身跟众人见礼 顺便给林夫子行礼 展昭打亮了一眼 这三个书生年岁和包颜他们相仿 丝丝闻闻的 一个胖乎乎 一个高高瘦瘦 还有一个挺帅 清亮白净气度也不错 庞玉琛对方不注意 对着展昭他们做口行 江南三大才子 赵真眼睛都亮了 就要往那桌凑 江南三大才子是谢炎 赖天青和岳子明 三人刚入太学不久 因为和林霄都是杭州人 所以认识 包颜和庞玉算是风云人物 新生入了太学 最先认识的就是他俩 而王岐和淳华 也是彼此有些印象 当然了 赵兰在兰会书院 男女生毕竟还是有些避迹 因此众人不认识他 歌经瞧了瞧 突然文静起来的赵兰 谁都知道 他最崇拜江南三大才子里 以诗文见长的谢炎 太学那一个兰会书院的女生 都挺喜欢这位 于是谢炎估计 在太学男生里头 要混得好 会有困难 包颜他们几个小的 一张桌子坐了 很快聊开 看样子处得还挺不错的 赵真虽然坐在展昭他们那桌 不过还好奇地张望着 那江南三大才子 顺便问赵兰 你看上的是哪个 朕给你把把关 赵兰闹了个大红脸 瞪赵真 赵真拖着下巴叹气 他本来想收了包颜做妹夫 不过嘛 那个长得挺好看的书生 貌似也不错 众人边吃边聊 包颜他们就打听了下 一会儿鄙视的事情 原来并非是江南三大才子 约是开封三子 他们三个前几天去城东买书 遇到三个乾坤书院的学生 出言挑衅 结果吵了几句 他们也知道 对方可能是故意找茬 于是没怎么搭理 谁知道第二天就传出消息说要鄙视 还送来了帖子 连时间地点都定下了 看着感觉就像是早就算计好的 于是三人又不好不去 不然传出去不是叫人笑话吗 不过三人倒是也不怕他们 本来都是心高气傲的天之骄子 应战就应战嘛 有真才实学 你使诈怕什么 赵真颇为好奇 看展昭 开封三子是什么 开封府的三大才子吗 竟然没有小包颜 我也没听过什么开封三子 展昭看白玉堂 白玉堂摇头 赵普等人也都没听过 最后连公孙和小四子都不知道 于是开封三子到底是什么人 听早前庞玉的说法 似乎是自己疯的 这时小六子来上菜了 瞧见赵真就笑 这位公子生面孔啊 赵真笑眯眯 指了指远处正跟三个书生八卦的庞玉 我是他亲戚 哦 原来是小侯爷的亲戚 难怪这么贵戚 众人默默点头 今早碰了一路人 还是小六子最会说话 小六子 开封三子是什么人 老爷子 不瞒您说 我也是昨儿才听说 是乾坤书月三个书生 还是三兄弟 叫曹元 曹剑 曹坤 曹元外家的三公子 曹元外 哪个曹元外 赌方曹吗 开封一半的赌方都是他家的 富得流油啊 家里也有靠山 吏部侍郎曹大人的侄儿 哦 老曹家的亲戚啊 赵真挑了挑眉 众人都默默替那位曹大人捏把汗 希望他没贪赃王法吧 不然够呛 哦 吏部侍郎是多大官啊 哥部侍郎都跟我一样啊 正四品 白玉堂摸了摸下巴 看着展昭 第一次意识到 其实他家猫儿 也是挺大的官儿的 小六子下楼了一趟 没一会儿 拿着酒壶 颠颠就跑上来了 说曹操 曹操到了 什么 嗨 开封三子刚进门 马上上来了 这么巧 闻言 赵真则是双眼又亮了几分 又好戏看了 边吃边看 所谓冤家路窄 谁都没想到吃个饭 竟然碰到了传说中的 开封三子 从太白居后边有一条小路 可以直接穿城而过通向城东 很方便 也许正因为这样 开封三子也和江南三大才子一样 索性到太白居吃饭 吃完了饭就抄进路去百纪园 曹操三兄弟上楼 一眼瞅见了窗户边的太学众学生 两相对视 莫名有那么点小尴尬 世间最不快的是莫过于吃饭时 遇到对头 吃都吃不安生 小六子赶紧去招呼 本想把他们安排在稍微远一点的桌 不过这三人偏偏要坐在近处 就在展昭他们那桌和包园他们那桌的中间 这曹是三兄弟 老二和老三是双生 不过虽然一同出生 却是一点都不像老大比他们大一岁 这三兄弟坐下 先是四周打量了一眼 这时老三曹昆突然笑了一声 看江南三大才子 这怕叔所以找帮手了呀 江南三大才子愣了愣 后来反应过来了 原来对方是以为他们找包园等太学的同学 共同商量鄙视的事 展昭他们那桌 都端着杯子幸灾乐祸的往包园他们那桌看 那意思 我乾坤书院开始挑衅了 赶紧反击 包园等人无奈的看着展昭他们炯炯有神的眼睛 觉得这群人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不过江南三大才子也就是笑了笑 人家世财傲物 书生嘛 食不言寝不语 吃饭的地方吵架最丢身份 三人继续跟包园他们吃饭聊天 聊的话题不知为何在林霄的画上 赖天青人称小画盛 他的画很卖得起价钱 通常绘画之人也是爱画之人 他对林霄的画尤其中意 就是林霄不愿意多画 赖天青跟他讲过多次 他这样的应该多画一些送去画行 多画画并非为了赚钱或者名扬天下 而是单纯的因为好看的东西 应该多留一些给后人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开封三子说了便宜话 谁料江南三大才子非但不生气 还一副不跟你们一般见识的表情 二楼也有其他时刻 大多点头 对江南三大才子的气度很欣赏 小小年纪不成口舌之快 有气量 开封三子也不说话了 脸色难看 几位公子吃点什么 小六子赶忙扯开话题 以免众人尴尬 毕竟和气生财嘛 曹建开口报了几个菜名 太白居什么都有 毕竟是开封第一的大酒楼 俩主厨一个天下第一厨 一个是原本宫中的老御厨 再加上各种掌勺都是能人 你想吃什么就点 保管一盘青菜都好吃 就几个菜 小六子也不用那笔记 他从小就在太白居混到大 一串名字记住了 就边往下跑边摇喝菜名 曹坤还因为刚才的事情有些不悦 觉得小六子挺吵 就嘟囔了一句 你们太白居伙计 嗓门不小啊 我让他们都轻致点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白居优先